这十架飞机 民航的飞机 其中1962年 建议他们除了马航公司的人员 马来西亚民航局也应该派出专员到中国来 特别是坐好航班上乘客 一些家属的亲属的这些相关工作 马航特使对这四条建议都表示了积极的回应和积极的肯定 民航客机搭载90人 确实我们中国的卫星发射以后 用卫星星搜寻 也成就在这个期间搜寻到 在胡志明市东南37公里的地方 发现了烟雾 还有一些疑似金石水片 但是经过判定 现在不能确认是十年的飞机 在马航加卡下有更多大事吗 没有 我觉得就是作为我中国人 我对他们这个世界 我表示非常的难过 然后呢我也希望 我也对我们中国政府很有信心 能够把这件事情处理好 给我们中国还有马来西亚 我相信他也会 也希望马来西亚 能够给我们中方一个交代吧 因为上面有一百多都是 我们的公民在上面 肯定我们的心情 比别人更加焦急一点 我们希望尽快地得到一个 最准确的信息 MH370 他们都没有从来没有怠慢过 这个也不能够怪谁 大家都是真实经历了 请大家真的是 冷静地看待这件事情 而准确地分析 每一个新闻的标题和内容 我们在这里 里面应该有没有啟り 我们要请他 谢谢观看